當然對台衝太陽來講希望複製去年的以下課上這樣的一個戲碼 對 太陽上個球技其實剛開始也沒有被看好 但是在教練的帶領下打了一個9比0的攻勢 暫停回來過後至少台拼球有做出回應 都做簡單的Hand off讓球 哇 莫爾特里要回來 這是一個三分打的機會 看看 手這裡干擾有一個去拉到的動作 但是今天太陽倒是很少 有人有洋洋在進去跟塔幣正面對手來了 哇 這個動作莫爾特里 來向拉桿閃過了 目前為止塔幣拿下了5分 這裡的機會把握住了 轉移到洛西這邊 找到丁聖如外線的機會沒有投進 喔 陳文宏再給丁聖 載到籃底下 有去這個台北的新生橋 籃球場打球 還有機會遇到陳文宏 當然現在陳文宏在 他在得分上更扮演一個很騎兵啊 這樣子的黑馬的角色 又被丁聖超回來 場上稍微有點小混亂 丁聖如外線 控擋了機會 他投進了三分球 剛剛這球 但是台皮自己的區域防 所以馬上被太陽用外線破擊 斜防過來 塔幣球被撥掉 球之後是 萊斯一個人待在外圍 萊斯 萊斯 剛發生五秒鐘 自己拔直來跳投 萊蒂下是莫爾特里 金聖如 平板球 給莫爾特里 殺進來了 all the way 利用這一段期間 對方沒有萊斯的空檔 看看防守端 沒有辦法 萊斯啟動 萊斯帶一波外線 起了 沒進 這個籃板球 結果彈到莫爾特里手上 他投進了中距離 相當依賴的本土側翼 萊斯切傳 再給蘇伊進 空手切進來的是莫爾特里 來一下得手